来看看新闻网 这是新闻联播 综合频道和电视剧频道 打造暑期新片剧 其中播出 没错 这也是新闻联播 近日一项以庄重出名的央视新闻 紧破天荒地播出了 偶像剧《非原勿扰》的预告片 该剧将在7月起 在央视频道播出 虽然在新闻联播里 仅短短出现了几秒镜头 但就这几秒让网络闹腾了起来 不敢相信新闻联播放偶像剧 因为央视的一个形象的话 说放偶像剧的话 我蛮惊讶的 跟地方台接轨 刚看历史 这的确是前无古人 后 还不知有无来者的例子啊 对于央视如此高调的预告 一部偶像剧 倒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好奇 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神剧 让央视如此厚爱 这部由苏友鹏首次担任制作人的 《非原勿扰》 汇集了他本人 秦岚 雄乃锦等一系列青春偶像 聚焦都市不昏足的话题 作为央视暑期黄金档头一炮 剧传还是被高价购入的 然而细看这部偶像剧 确实没什么特别之处 那么能够得到央视的垂青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先上周年播 然后跟新闻频道那件事 因为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这部片子要传递给大家的 就是说不要为了结婚 而且要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 可能也是这个信息 也正好能符合央视的 想表达东西吧 近一个月来 其实央视老大已经不止一次的 做出大动作 向年轻观众倾斜了 之前被人吐槽不止的 爱在春天 在某卫视首播后 取得高收视 于是央视突然宣布将重播该剧 排在地方台后面播出同一部剧集 对 就是这么逆天 而暑期的到来 也让央视不断出招 有概念新颖的综艺栏目 有形式多样的大型活动 还有类型丰富的电视剧集 和独家体育赛事的直播 对央视的如此改变 倒也激发了不少观众 对杰富今后走向 天马行空般的想象 如果他的主持人 会在新闻联播里面唱唱歌 可能我觉得挺surprise的 让这个明星去点评 今天可能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他们的感觉 也代表他们娱乐圈的一种新生 可能生活上的一些趣事 国际上的趣事也会 然后更贴近生活一点的事情 对于引起的这一轮热议 央视倒还是保持 三肩起口的一贯作风 不过这时 专家们已经在网上 展开了各种分析 因为收拾压力 还是因为调整市场策略 加大年轻观众的吸引力 又或是一位新媒体的威胁 各方面的言论 听着似乎都有点道理 但其实不管什么原因 做好看的节目给观众看 那才是极好的 如果加这些内容的话 我觉得会吸引年轻人的眼球 这样子吧 我看了一些新闻 然后再看了一些娱乐性的 可能就是会 比较能够数定一个频道 有好有坏吧 好的话从某个角度说 等于是说 央视方面也认可 这样的一个潮流在 那不好的话 有时候会担心说 偶像聚会不会影响 就是说影响到这一代的观念 我觉得新闻联盟还是要严肃一点 新娱乐赛线综合报道